我们不能决定什么时候或什么情况会来到我们身边 但我们可以决定需要用什么心态来处理这些情况 原谅是一种美好的道德态度 我们必须原谅别人 但也不要忘记原谅自己 我们是人类 我们需要有人情味 不能完全依靠我们的情绪来维持人际关系 原谅别人不是因为我们害怕 相反的 我们是平静的 因为我们用善良去对抗邪恶 我们还需要知道 善良最终会胜过邪恶 原谅别人对我们的亏欠 忘记过去不好的回忆 并从所有情况中学习宝贵的教训 人类生活记忆就像计算机里储存的文件 好的文件我们要保存它和珍惜它 当不好的文件来了 我们需要删除它和忘记它 如果我们看清物质的东西 或者我们不在意谁赢或谁输 那么原谅别人并不是件难事 特别是对于夫妻 生活在一起这么久 他们有很多不同的观点和争论 不管谁先有过错 另一方都不能说他们赢得这场争论 首先需要原谅我们的配偶 某人或某事会介入我们的生活 以造成我们动荡不安 无论是故意的或无心的过错 既然即经造成破坏 就不能让它恢复原状 这是我们现实的生活 如果我们可以修复损害 使它变为更好 那么尽量去修复它 如果没有办法 而想计划报复 对别人造成同样的伤害 这只是使问题更加复杂 在高速公路上 有人在我们开车时 突然插入我们的车前 我们是否原谅他们呢 还是我们加速同样的 抄他们的车呢 原谅不会让别人的错误 来惩罚我们 原谅能打破报复的恶性循环 原谅并不总是容易 但报复的代价更高 原谅不能保证 别人会改变他们的行为 或从我们的记忆中抹去 但它肯定会使自己更平静 并避免别人破坏我们的生活 如果我们认为做错事的人 是因暂时地或邪恶的思想 进入他们的心 那么原谅他人会比较容易 他可以给别人第二次机会 来纠正他们的错误 我们需要给人第二次机会 因为我们也需要从别人给的第二次机会 在别人冒犯我们之前 我们停留在宁静的状态 但在别人冒犯我们之后 我们将陷入愤怒的状态 如果我们用forgive and forget 来处理别人的不良行为 那么我们可以给出forgive 我们的愤怒 另外我们得为forget 我们的宁静回来 当我们原谅别人 我们治愈我们的伤口 当我们忘记和放弃我们的苦涩 我们增进我们的品格 原谅和忘记是让我们有力量 打破仇恨的铁链和苦楚 让我们再次有和平与自由 复仇把我们带到看不见的牢狱里 这个破坏性的想法会占据我们的心思 浪费我们的生命 复仇不能改变过去的结果 但它会加倍增加仇恨和愤怒的程度 原谅可以使我们摆脱仇恨和愤怒的牢狱 在流水和石头之间的对抗中 流水总是得胜 它不是由于流水的冲力 而是流水不断持续的结果 同样的道理 持续的原谅总是会战胜艰难的冲突 每个人都是不完美 作者永远不会原谅 原谅是强者的属性 原谅是爱的最好的表现 需要一个坚强的人说对不起 但它需要更坚强的人说我原谅 感谢观看